歡迎大家,很開心在2022年 鳳嘗之旅見到大家 今天真是很開心可以來到這裡 我們來看看亞太地區驚人的成長 今天我們就是匯估過去 以及展望將來看看未來有什麼趨勢和機遇 現在我們看一段影片 展示著我們很厲害的會員 有時你可能不知道 其實你是為周圍的人產生著很多很多的影響 你有能力去改變其他人 所以做一個決定 開始開始成長 幫助他們學習 為未來覺得熱情 你可以為自己和周圍的人夢想成真 今天你在哪裡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未來你可以有什麼成就 我們希望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所以今天康寶萊超過90多個國家 超過40多年的專業 自食04年紐約上市 成為全球第一名的代餐和蛋白質補充品品牌 這個就是全世界會員他們奉獻和努力的結果 包括亞太地區 亞太地區作為一個區域 為我們的國際業務作出很重要的貢獻 2020年全球有53億的點數 其中有超過10億是來自亞太地區 2020年全球消費500萬個奶食 其中在亞太地區有接近100萬 所以亞太地區一共有18,000個營養區樂部 我們在39個漢布萊自家 支持超過10萬個小朋友 為他們提供優質的營養 我們有很多值得驕傲的地方 雖然過去兩年我們面對不同的挑戰 亞太地區的業務是很厲害的 而且亦都是不斷地成長 回顧過去2017年的時候 我們每個月大概有6,710萬個點數 到今天有9,550萬個點數 增長了42.4% 2020年也是亞太地區有史以來最好的一年 我們克服了很多困難取得驕傲的成績 繼續去到2021年 我們增長了6% 雖然市場上依然還有很多的挑戰 所以這種長期的增長 我們看到市場上的變化 現在我們看看2017年到今天的增長 澳洲、新西蘭、韓國、台灣增長了9% 香港成長了12% 印尼成長了16% 日本、新加坡成長了36% 以及48% 哇! 柬埔寨、馬來西亞和越南 是超過100%的增長了 所以恭喜了!恭喜所有! 你們的成績是很驕人的 這些成績就是因為持之有行的策略 尤其是成功支圈建立群體 令我們可以持續增長 就是取決於忠實的顧客 他們有些就開始做會員 成為領班這個策略 推中了亞太地區的發展 過去40年 你們所做的一切 令到我們的業務有一個好的基礎 一對一的支持 個人化的營養和健康指導 和健康體重管理最佳的推薦 是令到顧客不斷地回來 我們的會員就是我們的品牌 所以康寶萊雖然可以在這個環境中 依然成長 我要感謝所有亞太地區 S&P的成員 各國S&P的成員 推動我們和總裁組的成員 亞太地區的領袖不斷地 和公司長期合作 亦幫助我們適應 2020年和2021年所面對的挑戰 有幾個全球的大趨勢 會推動我們的業務發展 肥胖 與其壽命增長 與公共衛生支出的增長 會繼續下去 未來幾個月 就業不足 和失業的情況 會繼續發生 那就是說 我們有機會幫很多人 去解決問題 首先 我們來看看這個肥胖的問題 超重的問題 在亞太地區 35%的人口當中 即是五個大人當中 有兩個是超重 或者是肥胖 這是一個巨大的機會 我們可以透過我們的產品 去支持健康的體重管理 第二 因為生命越來越長 我們有機會可以幫亞太地區的消費者 慢慢地努化 亞太地區人口老化的速度是很快的 平均的壽命是79歲 高於全球的平均數是72.6歲 我們可以透過提供良好的營養 鼓勵更活躍的生活方式 幫助更多的人 所以肥胖長壽的大趨勢 令到亞太地區和全世界的醫療支出增加 2018年最新的數據 各國政府都知道要出進營養 活躍的生活方式 來支持人口長期的發展 和減低醫療支出 最後經濟環境的變化 朝九晚五的工作已經成為過去 我們可以幫助很多人 希望在工作和個人生活中得到平衡 幸好亞太地區的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的數字 消費者的行為也變化了 為我們提供更多的機會 亞太地區當中 我們看到很多人都是用數字平台 很多人用很多時間上網 亞太地區有12億移動用戶 相當於亞太地區總人口的1.3倍 社交媒體上有73%的人 數字媒體上有78%的人 他們都是活躍用戶 平均每天上網8個小時 所以對我來說 有越來越多的數字、數碼、工具和計劃 可以令我們接觸更多的人 亞太地區消費者 他們也是越來越意識到健康的重要 根據亞太地區康寶萊的調查 絕大部分消費者希望可以吃得更健康 做多些運動 消費者也知道 運動和健康飲食社區支持 對大家的積極作用 為我們可以為產品增加附加價值 我們也可以去幫更多的人 所以因應這些取勢 我們一定要去滿足這些取勢 我們的會員是不斷地去調整自己 去接觸更多消費者 2020年1月到2021年的9月 我們舉辦了超過2400個網上的活動 超過140萬個參加者 包括了HOM、STS、顧客之日、健康工具、訓練、營養俱樂部的訓練、大師訓練等等 我們的會員繼續提供巨大的社區支持 在網上 所以我們舉辦了27000場的客戶活動 超過70萬人參加 包括了大師班、中城計劃的活動等等 令到大家的關係更加緊密支持 所以 顧客 參考活動的人數增加了54 參加者增加了70% 最有影響的事件當中 就是我們有一個挑戰賽 很受歡迎 吸引了超過67000參加者 增加了12% 參加者平均減了2.7公斤 減了total一共達到18萬公斤 太厲害了 這個對大家來說 就帶來很大的影響 我們看到 有些趨勢是會繼續下去的 尤其是在亞太地區 2022年以後 我們可以指望未來是很精彩 很精彩 因為過去兩年我們有很好的基礎 所以不要讓他們停 今天我們可以對我們的品牌更加自豪 我們是全球第一名代餐和蛋白質補充品的品牌 我們可以一起去面對2022年去繼續發展 好了 我們來談談如何幫大家在2022年發展 透過推出新的產品 業務、客戶、支持工具、品牌活動 和關懷社區環境的不同活動 首先 幫大家二年的增長 就是透過推出新產品 我們會按部就班去推出新的產品 去幫助我們 去塑造我們的未來 所以真的很令人興奮 我們也會不斷地去聆聽大家的聲音 去利用不同的工具、科具 去測試 去推出新的產品 我們可以很興奮地和大家分享 很快會推出新產品 包括大腦保健的產品 放鬆茶 然後是一些薑黃茶 等等 健康麵 這些產品都是特別針對亞太地區來設計的 例如我們看到亞太地區人口老化 所以我們推出大腦的保健產品 幫助大家提供應知倫歷 另外 我們也會推出放鬆茶 幫助大家放鬆 另外 大家對免疫產品的需求不斷地增加 所以我們會推出和免疫相關的產品 最後我們也會提供健康的麵 裡面有豐富的蛋白質 令大家更健康 另外我們還有很多不同的數碼工具 幫助大家推動業務 第二 我們會繼續支持大家的業務 令到你們可以更好的聯絡 顧客 分享更好的數字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可以提供顧客的參與程度和保留率 因為我們有這麼多這麼多不同的工具 我們可以幫助大家很輕鬆地去分享營養的知識 另外 最近我們也是推出這個Biz App 手機上的應用程式 可以幫助大家去追蹤 發展他們下線的業務 提供最快最適時的數據 然後是改善溝通 現在這個Apps已經有2400個會員 佔了亞太地區差不多四分之一的領班 已經有18萬次的訪問 另外我們會有不同的工具 這個點數去追蹤、計算 然後是查詢下線的分析 社交媒體 如果是領班或以上的 這個就真的很值得大家去用的 第三點我們會繼續透過贊助和品牌活動 今天我們已經贊助超過50位運動員 在亞太地區團隊和賽事 令到我們的品牌更加鮮明 我們會繼續推動他們利用科普萊的產品 然後在奧運會、亞運會、東南亞運動會上 獲得超過750個獎牌 我們每天都有很多人 可以得到優質的營養 另外我們也有25000個會員和客戶 在網上參加比賽、跑步比賽 跑了150萬公里 前一年的三倍 等於在地球跑37個圈 多謝你們的支持和參與 真的很精彩 是我們推動健康、活躍、生活方式 為全世界更多的人提供營養 最後想跟大家說的是 我們繼續關懷社區和環境 我們不斷地證明 我們不僅是一間企業 因為我們集體的努力 我們在社區可以產生很多積極的影響 我們的綠色環保運動 我們減少一次性的塑膠使用 減少了90公噸的塑膠 我們也保護了900棵樹 面對氣候變化 在菲律賓我們啟動了一個回收計劃 從22年開始 用這些奶色罐成為建築材料 我們希望在亞太地區所有地方 都推出這個回收計劃 支持康布萊營養基金會的工作 我們的會員募集了超過200萬美金 多謝你們慷慨解諾 我們在亞太地區13個國家 39個卡薩赫布萊營養 幫助超過10萬個小朋友 在社區方面 亞太地區寧基岳這個計劃 是幫助我們的社區 可以得到營養 我們在卡薩赫布萊營養和學校 之前的2500個小朋友 幫他們建立健康的飲食習慣和定期做運動 只望未來 我相信我們已經做好準備 得到更大的成功 我們會繼續和大家密切合作 我們會繼續去推動我們的成果 我們團結一致 我們就可以成就一切 最後我要多謝 多謝你們每一位朋友 你們在亞太地區所做的貢獻 你們應該要感到自豪 和期望未來更好的未來 好了 最後我想跟大家說一下馬曉思 和我們CEO John Argonobi的說話 多謝大家 我們在康布萊營養有個使命 就是令到這個世界變得更加更加好 為世界提供更好的營養 成為一個你可以成為更好的人 發揮你的魅力影響其他人 建立你的聲譽成為一個有能力的人 世界需要你 實現你的夢想 這個夢想是去改變其他人 相信我 我剛才說 我們剛剛開始 我們剛剛開始